我必須承認我完全是被這個標題騙到 然後點進去看了之後發現 這個還蠻值得介紹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五因為嫉妒 哈佛心理學家說 如果你用接下來這九句話的話 那表示你在情緒上就比別人更強韌一點點 你在emotionally方面 你比別人更resilient OK你比較有韌性 那我就會想 我有沒有常用這九句話呢 如果有的話那表示我比別人韌性囉 那個韌性對不起喔不是那個 capricious就是強韌的那個韌 堅忍不拔那個韌 強韌的這個韌韌性OK 不是韌性中文一模一樣 是不是啊韌性 我打出來一下韌性 如果是這個韌性跟這個韌性 中文一模一樣發音但是我講的是強韌的韌 應該 不容易被折斷的那個概念 所以resilient 那我剛剛講說如果你是真的是像小王子的那朵玫瑰花一樣任性的話 capricious也有這麼一個詞 OK大概就翻譯成是任性這樣子 好那我們回來這裡這個 emotionally resilient的九句話是什麼呢來第一句話叫做I can get through this 遇上困難的時候你對自己說我一定過得去的其實我覺得這九句裡面很多都是第一句的換句話說啦但所以有點先劇透了 I can get through this 那你也可以對別人說如果別人正在經歷一個很痛苦的什麼怎樣的話 病痛啦或之類的你就對他說You can get through this 好你一定能夠過得去的這樣子OK 所以就這第一句這麼簡單 所以說不定我們這一集今天會做很短只有九句話而已 第二個 我絕對不會當作一個 我絕對不會讓自己變成受害者 OK我覺得這句話很有力量I am not going to let myself be a victim yeah 我不會讓我自己是個victim的所以victim這個字就是受害者 那有時候我會看他可以當成動詞來用所以他叫做victimize OK就 就主詞讓受詞變成受害者這樣子OK somebody victimizes somebody else這樣子OK 好所以我不會當受害者 好所以我是一個很強的人這樣子 那換句他就一個similar的phrase會是 Even though I was a victim in this situation I won't let it define me or ruin my future 所以你或許也承認你是受害者 可是你絕對不會讓他 讓他來定義你這個人是什麼 也不會讓他來毀了你的未來 總之就是不會讓局面操控你啦 那第三個好像聽起來就相反了 Life is hard 人生真苦啊 那這個跟強刃有什麼關係呢 不衝突的就是如果有時候我們說 柯文哲有時候說 就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所以我們如果承認問題的存在那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所以我們如果願意承認人生很苦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 認同他很苦 然後就苦著走下去 而不是欺騙自己說人生不苦 OK 所以 這邊他講到一個描述就是 resilience is associated with a basic acceptance that life isn't always fair and that we all experience emotional hardships 所以我們就基本的接受 人生就不是公平的 那我們也體驗著這個 情緒上的挑戰的 所以你如果願意接受這件事情 可能可以讓你過難關過的更簡單一點點 OK 好 那下一句 This too shall pass 所以這個to中間加豆點 所以這個東西 也是會過的 所以不管因為有什麼困難 你都告訴你自己這個東西會過的 就跟第一句 你剛剛說第一句的換句話所為 這句我覺得就是 This too shall pass 這個shall就是 是會過的 那shall翻成應該或者 就should的現在是 OK 好所以每天都 即便遇到困難 你也會覺得 是可以是會過的 下一句 下一句是個問題 What can I learn from this 我可以從這裡學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即便是一個很困難的處境 那你可能問的問題也是 嗯 我們能夠從中學到點什麼嗎 那如果你願意用這個態度 來面對眼前的困難的話 就從中學習的態度 So maybe you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this and this can become the experience that will make the next difficult challenge easier for you So 或許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我們總會在那個就困難了 我們講說silver lining So what's the silver lining So there is always a silver lining behind the dark cloud 所以 講了好幾次這個片以後 我們大概或許不用再重複一次 總之就烏雲了 那烏雲後面有太陽 那個太陽照著那個 烏雲的背後照著它 那個烏雲的邊邊就會是銀色的一個框框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golden outline 然後我們就稱那個為silver lining 好下一句 I need some time 所以這不是一個弱者的宣言 你即便說我需要一點時間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也是OK的 So a key component of resilience is emotional flexibility Or the ability to regulate your feelings and reduce their intensity in a given situation 講的好像蠻大道理的就是 好所以 我需要點時間 So I'm feeling a strong emotion 換句話說 So I'm going to take a moment before I respond or make any big decisions OK 所以不要做一些 Rash decision 好不要做一些太倉促的決定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好 冷靜一下下 然後再做一個 Rational的決定 這樣子 第七個 I still have things to be grateful for 這句我常常對自己說 所以我覺得這九句裡面這句 是我最能夠 有共鳴的 I resonate with it OK 就是 我常常會告訴我自己 其實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值得感恩的 所以我即便有的時候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我也會覺得 這什麼屁嗎 真的 你現在的不開心算什麼屁事嗎 因為 還有太多東西值得感恩了 像我現在也沒有非常努力的工作 但是就是生活也過得去 那不像每天 像我如果有時候想到街上還有人在 就那種阿嬤阿公在那邊推一個回收車 我就覺得 我比他們 老年過的都還好了 好那我有什麼好抱怨 但說不定那些阿公也只是很閒 說不定他家財萬貫也不一定 We never know 但總之當你想到像例如說這種 做工地的工人啦 然後再做出工啦或之類的 我覺得那才是真正辛苦的工作 我都覺得教書啊 或是 只要任何 不需要在太陽下做的工作 不會流汗的 我認為都 嚴格來說都不是多困難的工作 我不會說那不是工作 那是工作 那是工作 但那是不困難的工作 那是不困難的工作 OK 不是 所以我們都很有值得感激的事情 好 這第七句我覺得很棒 第八句 It is what it is 這我記得我們曾經做過一集說就是美國人很討厭聽到的一句話 這說的意思就是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啦 It is what it is So this thing that is this thing is this thing 什麼英文 好所以 讀一下好了 the key to resilience is not denying reality or seeking out a reason that makes us feel better about why something happened 這樣子 所以我們願意 這跟像剛前面有點像 我們願意承認這個問題是這個問題 It is what it is OK 那換句話說 I have to see reality for what it is Even if it's not what I want so I can move forward 所以我們把 現實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之後我們才可以往前走 大概是這樣 最後一句 I'm letting this go 呀就這件事情是這樣了 那我不願意跟他計較 I'm gonna let this go 還有一個換句話說 I'm gonna let this fly OK I'll let this fly The fly是飛 這個東西可以走了 我不幫你留下來 我不會 I'm not gonna be stuck in this emotional in this negative emotion OK I'm not gonna carry emotional baggage because of it So I'm gonna let this fly I'm gonna let this go 這樣子 好 好是最後一句 所以他換句話說是一種 原諒 So forgiving this doesn't mean it was OK It just means that I'm not I'm no longer letting it weigh me down 所以我 我願意原諒他 這不表示是OK的 我只是原諒他 原諒他是因為我不想要讓他 壓在我的身上這樣子 OK 那個壓在我的身上 我們前 大概前幾個禮拜才說 我有一個動詞 就是weigh 就是把東西給 像重量一樣 壓在什麼東西上面 So I am not going to let this weigh me down 所以 weigh me down 是一個 動詞的用法 OK 所以這似乎真的是一個博士寫出來的 是不是哈佛的我就不曉得 大概是吧 反正他們 下面寫了一大堆這個人的經歷 這樣 所以 這都是一些非常平 平凡無奇的句子說真的 我們也常在日常生活中聽到 但如果說你常常講這九句話 或者是常常想到這九句話來鼓勵自己的話 You are a resilient person Hopefully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